我的前女友是个著名娇妻 厨艺精湛 家务全包 在外是泰坦尼克都撞不成的大冰山 在内是哼哼唧唧撒娇精大哭包 前脚被我气得发抖 撂下狠话说要分手 后脚醉醺醺蹲在家门口 哭着喊着老公不要赶我走 我女朋友好像是水做的 一言不合眼泪就刷得下来 但她明明是个身高接近一米七五 拥有曲线玲珑傲人身材的大美女 我瞧见厨房里赌气流泪的她 无奈地叹了口气 明明是冷酷的商业女精英 却搞笑地套着Hello Petey的粉色围裙 站在嗡嗡作响的厨具前 从公司下班回来 职业女装还未来得及退去 衣领微翻 露出精致的锁骨 流畅柔和的下颌角竟显优雅 再往上看 一滴眼泪还明晃晃地挂在鼻梁上 眼睛里湿漉漉地泛着水光 眼睫被打湿成一缕一缕的 一副被欺负惨了的样子 我磨磨蹭蹭地走过去搂她的腰 她把我的手推开 我又死皮泪脸地去抱她 她再次拿开了我的手 我发出了不满的乌叶声 重新紧紧抱住她的腰 脸贴她的脊背 她第三次推开我的手的力道 已经轻柔仿佛抚摸 虽然爱哭但是也好哄 她开口 声音还带着挥之不去的哭腔 你能不能听话一点 能不能把我的话当一回事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是不是和你说了 早饭在桌子上 中午记得点外卖 你永远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昨天晚上熬大夜赶稿子 睡到中午起来又要继续工作 她看了看了 现在都八点了 你才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 你这样子胃怎么能受得了 更何况你的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 医生特别提醒我说 一定要让你按时吃饭 我刚刚喊你吃饭 你还嫌我烦 一天到晚就盯着你的电脑 你都不理我 她似乎委屈地受不了 说着说着 她抽一一声 打了一个小小的哭嗝 连带着我抱着她的腰的手 都震动了一下 我像枝树带熊一样挂在她的背后 闷闷地朝她道歉 宝宝不气不气好不好 实在是编辑要得太着急了 我这不是着急教稿 所以没有来得及吃饭吗 乖别哭了 以后 以后我一定按时吃饭 早一分钟 晚一分钟都不行 怎么样 我轻轻地将她的锅铲拿起 将她转身揽入怀中 抬手去擦她还带着眼泪的面庞 宝宝不哭了 哭得我心都碎了 嗯 她撇开脸 重新转过去 拿走我手里的锅铲 锅里的水废开了 她把锅盖打开 往里面泄愤湿的下了一把菜叶子 我探过头去看锅里 孤零零的面条和菜叶 又去蹭她 我想吃牛肉面了宝宝 她里都不理我 只有清水面 爱吃不吃 但是最后端上来的面条上 不仅盖了三片厚厚的牛肉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溏心蛋 一整天不吃饭 必吃吃了一大碗面条的后果就是 我的胃开始消极代工 凌晨我竟然硬生生的 被一阵从胃部传来的静蓝和疼痛醒了 胃部似乎有一根尖锐烧红的铁针 再来回穿刺 止不到数分钟 我就生生腾出了一头冷汗 床边的闹钟显示三点整 我挣扎着起身 稀稀素素的动静把女朋友闹醒了 她称着手坐起来 迅速打开了床头的小夜灯 胃又疼了 我拳着身子 勉强朝她点了点头 下床 开灯 拿药 倒水 她轻轻把药为我吃进去 给我冲了热水袋 又坐上床 小心翼翼把我抱在怀里 用手轻轻地来回揉 按着我的胃部 痛苦已经不那么严重 从身后传来她重重的心跳声 突然间我的脖梗一凉 两颗温热的水珠 啪大一下打在了我的颈上 摇摇晃晃地顺着我的肩胛骨流了下来 我回头去看她 她把我死死埋在我的后颈处 躲闪着不肯让我看到她的脸 身体因为不断地抽起 已经控制不住微微颤抖 我用力转过头 打开双臂环住了她的脖子 用双唇代替手指 轻轻触碰她闲湿的侧脸 她眼泪流得愈发汹涌 将几缕发丝打湿了 乱七八糟地粘在额前 我轻轻地调笑她 怎么又哭了小哭包 痛的是我又不是你 我都没哭 你怎么哭了 就算哭得很投入很伤心 她也没有忘记帮我揉安慰 她的热度源源不断地从手掌 紧贴着的背部 还有她温热的眼泪 传导进我的身体里 像是灼热的春泉 不哭了 亲一亲好不好 我去找她的嘴唇 温柔丝膜 她脸上还可怜地挂着泪珠 皱着眉头 闭着眼睛被我亲吻 背褥里面隔绝出了一个小小的 没有病痛的世界 两个人的心跳 几乎融化成了黏乎乎的酱黄 贴在一起咕噜噜冒着气泡 我也疼 她贴着我 小声地乌叶着 嗯 她拉着我的手 放在她的心口 这里疼 第二天她和公司里请了假 带着我去看了一位 声明在外的老中医 老中医把着我的脉连连摇头 接连叹气 想年轻的身体怎么会续成这个样子 随后奋笔记书 列了一张长长的单子让我们去取药 又百般叮嘱我不能吃烂 不能吃冰 不能喝酒 不能吃刺激油腻的食物 并且重中之重 要按时吃饭 整个检查的过程中 女朋友比我还紧张 老中医说一句 她就在备忘录里记上一句 平时骄傲又自信的女人 在各种高端场合神采飞扬 滔滔不绝对达如流 而此时对着老中医的迅剑 懦懦硬拔 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回去的路上正值下班的 高速上的车子挺多 开开停停 黄昏正交叠着暮色 车在音响里 轻轻地放着迷你的爵士乐 女朋友在音乐的伴奏下 孜孜不倦地对我说脚 早上起来周在电饭包里问着 去打一碗喝 千万不能再忘了 以后我每天督促你 她手指鲜秀 指节鸣西 柔美动人 扣着我的食指 冰饮料不能喝了 冰箱里的回去我就清空 送给隔壁他们 你最近是一点点都碰不到 她的薄唇开开合合 唇线完美弧度诱人 这篇稿子浇了之后 就先好好休息一阵 不着急马上写下一篇 好好调养一下作息和身体 最近晚上也不要出去聚餐了 就在家里 我回家之后别你煲汤喝 今天晚上就喝汤 喝奶油鲫鱼汤 还是干杯白菜汤 见我看着她出神 她倒也没有生气 只是孩子气得撇了撇嘴 捏捏我的手心 你怎么总是不理我呀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她正在等着我着急否认 然后说爱她 见我没有回复她 她显得很委屈 但是耿着脖子 也不知道是说给我听 还是安慰自己 没事的 没事的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嘴巴很甜的人 母妇离异后各自组建家庭 只剩我独身一人跟着爷爷生活 如果嘴巴不甜 脸皮不厚 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把自己拉扯到成年 经历过冷眼讽刺 经历过被荡成负担被互相推脱的日子 我从生活里学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讨好避重就卿和伪装 经过日夜不分的努力 我考上了京城的研究生 努力在学业的重压之下 找兼职赚取生活费 最忙的时候 白天要去公司实习 晚上去干家教 半夜里还要做线上兼职 忙忙碌碌的时候 我来不及吃饭 有一顿没一顿的饿症 为了省钱也是为了省时间 而这样的我 最大的运气似乎都用在了 遇到我女朋友身上 在朋友聚会上认识 她当晚便问了一圈人 要了我的微信 她是中产家庭的独生女 从来不缺钱用 她很聪明 是Top2本说金融硕士 在金融公司实习 才只是实习而已 一个月实习工资 交的税比我的工资都高 她总是冷冷的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她身形高挑纤细侧脸冷峻 眉眼间透着巨人千里的冷漠 清明的嘴唇更显疏离 然而当目光触及我时 那眼神瞬间柔软 如春水般滚烫浓稠 满是温柔与爱意 仿佛换了一个人 讨生活这么些年 我立刻就获得了一个信号 这个人喜欢我 无条件地喜欢我 从第一眼开始喜欢我 喜欢到偏下自尊 红着脸面对朋友的打去 无论如何也要要到我的微信 喜欢到小心翼翼地接触我 不敢犯任何雷区 一直到交往半年了 才直直无无地问我 要不要搬去和她一起住 喜欢到看着我 她的爱就从身体的每一个角度 咕噜咕噜地流淌出来 将我整个人简一样包裹起来 我会做饭 我家务也做得很好 你宿舍离你单位太远了 所以要不要考虑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在我惊讶的目光下 她的耳朵从耳朵尖开始泛红 浅浅的红韵慢慢渗透了她的皮肤 爬上了她的脸庞 她紧张地要冒烟了 沉迷于美色对我并没有任何益处 然而相互依偎在她家软乎乎的沙发上 我还是很可耻的心动了 我向她张开双臂 她立刻蹭了过来 粘进了我的怀里 因为她的眼神好像钩子一样 发丝软软的 哼哼唧唧 好像一只呼噜呼噜的大猫 缠着我想让我抚摸 我懒着她 仿佛抱着一只贪软撒娇 翻出肚子等着我摸的小小猫 我答应和她住在一起 她把我照顾得很好 看到我晚上九点钟才结束家教 再回学校的公交车上 困到脑袋支点 不小心撞到公交车窗玻璃上 她会心疼地帮我揉揉脑袋 然后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让我整着她的胸口睡去 看到我每天晚上熬夜 想着要交给编辑的内容打字 最终趴在电脑屏幕前睡死过去 她会轻轻把我和我的电脑引拉走 然后把我安置到床上 仔细也好被子 当我写出来的内容得到了编辑的肯定 百般斟酌选择全职写作的时候 她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 说恭喜 我支持你 这样的人 我怎么能不爱呢 而且她还这么可爱还会哭 平时正正经经的人 一边哑声老公老公地角 低沉前卷 一边呜呜呜呜地哭号着 抽抽打打 哭得我背后是成一瓶 脸上软乎乎的 眼睛被泪水冲刷的精亮 但是她的动作却丝毫不肯放松 让我只能按着她固执我腰肢的纤细手臂 大口喘息着 她问我 你爱不爱我 她眼角红红紧紧贴着我 力气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还没有从刚刚缓过来 声音里还带着哭腔 黏黏腻腻地问我 老公 你爱不爱我吗 那是我温言软语地哄她 哎 我好爱你 我超爱的 她这才放开了紧咬的下唇 脸上浮起了羞涩和红韵 实在是太可爱 但是生活不仅仅只有眼花缭乱的动人情景 还有一地鸡毛 同居的日子久了 我们开始有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我一边犯胃病 一边顾不上养胃 作息混乱 她看不得我难受得直哼哼 翻来覆去一晚上睡不着 第二天还得继续赶工 于是和我吵架 吵架也说不上 就是她不停地唠叨 而我因为她太美了 所以腿比心软 实在是生不起气来 只能乖乖听讯 她自己念叨了半天 因为我不和她吵 更生气了 索性就不理我了 她把手里的抹布往水池里一扔 声音微微太高了一些 开始略微发抖起来 眼看着她立刻委屈起来 我当机立断 冲过去一跃而起 仅仅从后面将她揽入怀中 不跟你吵 还不是因为你太美了 美色诱人啊 我看着你的脸 我都气不起来怎么办 她过了好一会儿 硬邦邦地说 那你把眼睛闭上跟我吵 两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一起扑翅笑出了声 老公不要不理我 她在我的脖梗间 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不要不理我 她最终长叹一口气 埋在我的怀里 不理我的话 我会发疯的 我摸着她的头发 给她顺毛 心里想 发疯不知道会不会 大哭到死去 活来倒是真的 看完病回家 爷爷给我打来电话 问我医生看完了吗 医生怎么说 我如是把老中医的话 和爷爷说了 爷爷在电话那头 听得直叹气 我说你啊 平时要多听小烟的话 他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别再一天到晚 让人操心了 我听着倒是不服气了 爷爷 您这也太偏心了 到底我是你亲孙子 还是她是你亲孙女啊 你怎么什么都没听着 这些儿就偏得没边了呢 爷爷听我撒娇 呵呵直笑道 娘 也只有小烟能管得住你 挂完电话 手机叮叮咚咚 进了几条微信 打开一看 是女朋友的姐妹老李 呼叫姐夫 呼叫姐夫 柳神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我这边及时找她们 柳神在你身边不 我回了消息 放下手机喊女朋友 她从阳台上探出头来 手上戴着塑胶手套 还拎着一条蓝色的领带 湿淋淋的 我毫不怀疑 在水池里浸着的 还有我其他的遗物 老李找你呢 你手机呢 应该在餐桌上 老公帮我拿一下 她的手机果真正在餐桌上 嗡嗡作响 我跑过去把手机 放到她耳朵边 她一边搓洗着手中的衣服 一边听电话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她的眉头慢慢促起 手上的动作也慢了下来 慢慢隐瞒了整个她所在的空间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为了分辨我贴近她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头顶没音了 女朋友隔了好一会儿才有说话 声音有些音哑 嗯 好的 我马上到 下一秒 她将我搂住了 手里的手套不知何时已经被摘下 此刻正安安稳稳的 搭在洗衣池的壁上向下滴水 我再回头 她已经压了下来 将我胡乱亲了一通 把我抱在怀里狠狠地揉 她贴在我的脸侧 笑着问 吻我做什么 打电话不理你 不高兴了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我被她的厚颜无耻惊道了 磕磕巴巴地说 不是 就那什么 就是你向我闻闻 她挑了挑眉吗 你闻了半天 闻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说明不是我们用的 日常洗乎用品的味道 我平时没有喷香水的习惯 这个味道又很吸引你 据科学调查显示 男生会被女朋友的费洛蒙所吸引 从而产生在女生身上 闻到了独特体香的幻觉 闻到这些味道之后 能刺激呼吸中枢 加快呼吸 最终引起兴奋产生大量的多巴胺 她歉意的在我唇上又亲了一口 可是宝贝 我老板找我有点事 有一个模型因子出了问题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出门了 我包了汤在锅里 饿了就喝 不对 倒点了就喝 不许不喝 等我回家知道了吗 晚上一直到凌晨 她都没来得及赶回来 一开始是说有要重新计算的内容 必须要在今晚赶出来 所以要晚点回家 后来是工作快要结束 老板过一步去 拉着所有加班的员工一起去吃夜宵 所以回家的时间又被托迟了 微信里她朝我抱怨说工作太晚 晚上不想吃夜宵 只想回家和我一起抱着睡 还娇滴滴地发了大哭的可爱表情包 我放下手机窝进被子里 来回打了两个滚 平时就算是两米的大床 她也硬是要两个人一起挤在床边的小角落 手扣着手脚缠着脚 硬是压在我身上抱着我 难得她不在 床上空空框框的 我舒服地伸展四肢 慢慢睡了过去 然后被拱醒了 一具热乎乎的身体正紧紧贴在我的背后 我哆嗦着醒过来 发现自己再一次睡在了床檐边上 除了更多的依靠身后的人以外 没有别的退路 她正揉捏着我的四肢 在我的脊背上落下一个又一个吻 睡觉呢 我气不过小声吼她 她见我醒了 更是毫无顾忌地来掺我 身上略微散发出一丝酒气 我也睡 我也乖乖地睡 老公转过来抱着我睡 她哼哼唧唧地撒娇 等我转过去了 她就安静了一会儿 又开始不老实地动手动脚 我把她乱拱的脑袋推开 她的眉毛立刻撇了下去 嘴巴高高撅起 仿佛受了什么大委屈似的 还没等我再说些什么 立刻就有滚烫的泪珠 从她的眼角滚滚了下 我推她 她一动不动地僵持着 抬起来的脸却有些难过的过分了 眼角红红六神无主 老公推我 老公 我赶紧把她重新抱在怀里 不哭了不哭了呀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应该推抱抱 她的声音发紧 哭得一颤一颤的 那你抱抱我 不许再推开我了 好好好 我主动凑过去 亲了亲她的额头 抱了 抱了呀 还有亲亲 所以不要再哭了 她满眼泪意地望着我 像只小虫子似的慢慢摸过来 然后抽了抽鼻子 在我耳朵边用气声说 老公 我不难过了 然后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早上起来的时候 她又已经在厨房里忙忙碌碌 我光着脚走过去贴贴她 她牢牢叨叨地让我把拖鞋穿上 穿拖鞋的路上遇到体重称 又顺便称了个体重 瘦了一斤 她瞅着体重称上的数字 脸色不太好看 但好歹瘦一斤 还在她的可接受范围内 所以她也没有再就着不放 只是饭桌上 恨不得什么都往我嘴里 她对我的体重仿佛有什么执念 对在和她谈恋爱之后 体重不断下跌的 我感到非常愧疚 她无数次地对我说 太瘦了 要多吃点 无数次因为我不怎么吃饭而生气 然而那时候 正是我处处放弃工作 选择全职写作的时候 无法立刻产生经济收益的工作 让我无比焦虑 尤其是在赶稿 等编辑神岛的这段时间 我什么都吃不下 吃什么吐什么 体重一天一斤地往下掉 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厨房钻研吃的 然后喂我吃 她让我吃饭 可我什么都吃不下 她便急得直哭 眼泪像珍珠串似地往下掉 闹得最狠的一次 她和我说了分手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的景象 我闻思全勇地敲打键盘 生怕错过了难得的灵感突发期 而她却在不停地念叨着 要为我吃东西 终于在人物关键主线的塑造上 卡可动了 被持续地唠叨生机的无比烦躁 拍而起 行了 我想吃的时候会吃的 不要再逼我了 一个一米七五的女子呆呆 站在客厅里 被我突然地爆发下懵了 我坐下来又敲了几个字 但已经被打断的思路 再也无法流畅地延伸下去 又写了两个字 我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真是烦透了 我重重叹了一口气 拎起了一旁的书包 把电脑充电线 手机一股脑地扔进去 迅速拉上拉链 往家门口走 她终于动了 你要去哪儿 我头也不回 你别管了 她还想说些什么 但门已经被我合上了 砰的一声 门板把我和她隔开在了两个空间 我在门口犹豫了一秒 甩开步子走了 我导航了一个足够偏僻的咖啡馆 和我住的地方一个在东点 一个在西点 出了门打了车就走 等写完稿子的时候 夜色已经很深了 我把到电就关机的手机打开 立刻就开始在我手里连环泡尸的响 一百多个未接电话 无数条短信微信 一个接着一个的进来 都是来自她的 点开微信 上面白花花的一片 都是问我在哪儿 在干什么 什么时候回家 东西写好了没有 为打扰了我而道歉 说自己很后悔很愧疚 不该打扰我 希望我不要生气 说家里空空荡荡的 她一下午都心神不寧 什么事都没法做 只想着我会不会在哪里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安全 除了她的信息之外 还有我读书时的好兄弟 邀请我晚上一起吃饭 犹豫了很久 我答应了兄弟 打开和她的聊天框 我在对话框里打了扇 扇了打 她立刻就发现了我的动静 又是几条微信弹跳出来 宝宝 你已经写好了吗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我犹豫了一下回复 今晚我在外面和兄弟一起吃饭 不回家吃了 她立刻道 吃什么 在哪里吃 可以带上我吗 我斟酌着回复 一群男人 你一个女人不方便 她不死心 在哪里 那我结束以后来接你 不用了 我打车回就行 我收拾收拾东西去赴约 兄弟约在一个热闹街道上的小酒馆里 酒馆是个人来人往的网红打卡地 我们挑了个角落披静的位置坐下 喝点 兄弟拿着酒单问我 我本能地想起女朋友的叮嘱 让我不要喝酒 稍微 最起码喝酒前要吃点东西垫垫肚子 拒绝地划在我舌尖绕了几圈 最终还是吞了回去 一点下酒菜和两杯啤酒被端上来 我们相对而啄 两口酒下去 双双叹了一口气 我的手机屏幕有一下没一下的亮着 桌面上跳出微信的图标 我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 最终把他翻了过来 吵架了 兄弟笑道 我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也不算 兄弟看我神思不属的样子 没有再多问 话题一转说起了自己 我和我家那位也闹别扭了 他的老婆我也认识 之前一起吃过饭 是个温柔的大学女教授 明明是大我几岁的女人 但对他特别体贴 简直可以说是宠上了天 你们也能吵 我诧异地问 也不算吵 就是闹别扭 他笑了笑 他对我太好 我反而有点害怕 觉得自己不配 我思索了一下劝道 可是他选择了你 他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 那就说明你们是合适的 他加起一颗花生米 慢条斯理的吃 问我 那你又怕什么呢 看你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苦笑了一下 喝了大口啤酒 我呀 怕自己留不住他的爱 怕我一松懈 从此再也无法独自站立 无法去信任他了 兄弟和我碰了碰碑 因为他的爱太过沉重 所以你怕了 为什么不尝试着 把自己的心再多打开一点呢 去相信他 更多的依赖他 直接把你的担心和他说出来 我觉得这笔逃避会是更好的办法 心里对女朋友浓浓的愧疚 已经要将我腻底 我已经有些坐立不安 兄弟大度地摆摆手 去吧 和你女朋友团聚去吧 我再待一会儿也要回去了 你注意安全 我向他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跨上背包迅速起身离开了 想见他 想要拥抱他 然后对他说抱歉 我从低视上下来 狂奔着往家里跑 气喘吁吁地打开家门 发现家里一片漆黑 只有沙发上隐隐闪烁着火光 我站在门口 大口喘着气 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 啪 室内顿时明亮 我看到他正坐在沙发上 手里静斜斜地夹着一根香烟 眉目阴郁 他面无表情 直直地看向站在门口的我 我快步往里走 随意把包放下 想要去拉他的手和他说话 他被我拉住手也不松开 但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捏紧 喝酒了 喝了一点点 如烟 今天真的对 我的话没说完 他就仰手打断了我 他的双目微微泛红 脸上涌现出无奈与愤怒 我天天在家里想着给你养胃 千叮零万嘱咐 让你要好好注意 不许喝酒 结果你完全不当回事 出门就喝 你是不是觉得我每天管着你 很不耐烦 恨不得一走了之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一句话不说 不要不沟通 他把手机屏幕按亮给我看 我今天给你打了105个电话 没有一个接的 我给你发了无数条微信 结果你就中途回了两条 我着急的澄清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心里从没有觉得你烦 他再次打断了我 声音隐远 今天一整天 我都在家里坐立不安 哪里也不敢去 想着你什么时候消气了回家 找不到我要着急 结果你呢 你是不是永远不知道 要考虑我的心情 他捏了捏鼻梁 闭了闭眼 声音如同出窍的利刃 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 冷静一下比较好 就像做梦一样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从家里 把自己的电子设备一拿 背上包走了 我想问他这么晚了去哪 我想问他为什么 是觉得我无药可救了吗 我很想冲上去挽留他 说对不起 但是我的嘴唇开开合合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直到门被关上 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 我才骤然失利向后仰躺 把自己摔进了沙发里 过了很久 行事走肉一样去洗漱休息 厨房里整齐码好的锅碗条盆 阳台上他手洗挂好的衣服 书房里他搭起来的电脑架子 还有冰箱里洗好了装好了 分门别类贴上了纸条的水果盒子 无一步提醒着他的存在 我拿起手机按量 找到他的对话框 来来回回地打字 最终把屏幕熄灭了 算了 分开了也好 和我这种人在一起很难吧 现实生活中 哪有这么多生死相随 三观正碎的大事情 一对对情侣在机灵狗碎中 消磨光了对彼此的感情 我和他也是 仅此而已 兄弟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彻底沉默了 我们还是坐在那个小酒馆的角落 点了一样的菜品和啤酒 相对而着作了很久 他拿出手机 打开了软件 你身份证号报我一下 我如数报对他 他很快发过来一张截图 是到国内知名旅游城市的机票截图 出发时间是第二天早上 而现在已经将近凌晨 他拍板决定 现在各自回家收拾东西 明天就出发 我放了年假你交完稿子 正好出去玩散散心 于是我们草草收拾了行李 来到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逛吃海鲜夜市 沿着小岛的盘山公路 骑电动车 学冲浪学浮前 在小岛上坐非常有特色的锁 然后晚上躺在沙滩上属星星 星星很亮很多 洋洋洒洒地摊变了整个夜空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 去寻找最亮的那一颗 因为在一天晚上 他曾兴致勃勃地跑进我怀里 要教我看星星 他说无论何时 西边最亮的那颗白色星星 就是织女星 在她的侧面不远处 总是有一颗守望着她的千牛星 和她隔着银河摇向对望 不管星星如何升起落下 地球如何转动 千牛星一直都守护着织女星 就像我会一直注视着你一样 我盘腿坐在飘窗上 将她懒洋洋地依偎在怀里 我轻轻地摸着她的小脸干 为什么喜欢我 我好奇地问她 为什么非我不可 她严肃地思考了一下 慢慢地说 喜欢你 因为你值得喜欢 再多的我也说不上来 为什么天空是蓝的 为什么岩是弦的 糖是甜的 觉得这辈子无论如何都是你 所以没有什么别的理由 只能是你 换谁都不行 她皱了皱鼻子 对于自己这一番解释颇为满意 而这么好的一个人 被我弄丢了 还在想她 兄弟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扯和现实 我绝望地发现自己还是很想她 很想很想 她肯定对我很失望 所以才 兄弟拍了拍我的肩 用力捏了捏 那就去把她追回来 去证明你已经改变了 于是我们轰轰烈烈地启程 又在深夜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居住地城市 回到空旷的家里 我按亮电灯衣室寂静 还没来得及收拾行李 门口就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我透过猫眼看过去 正看见我日思夜响的女朋友蹲在门口 正埋头在膝盖里哀哭哭泣 仿佛受尽了天底下所有的委屈 老公 呜呜 老公 她的头上全部都是扑出来的汗 湿漉漉的 混着她的泪水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手握在门把手上 静愣在原地了 见我不理她 她嚎啕大哭声音发颤 我要老公 老公呜呜 我要我的老公 待我一打开房门 她就飞一般地窜了进来 熟门熟路地跑入我的怀中 哼哼唧唧道 老公 抱抱我 老公要抱抱 一个星期以前摔门而去的那个人 现在又完完全全变了的样子 抱着我不放 门盒上的那一瞬间 她就回身把我按在了门板上 气势汹汹 亲了我好一会儿她才放开我 我已经感受到了唇上的阵阵刺痛 明白在她的尖牙历齿下 我嘴唇发肿已成定局 那么久咬无音讯 现在大半夜跑到我门口哭 哭完了还这么野蛮的亲我 明明在见面之前 想好了应该如何撒娇 低声下气求和 但是见面之后 我在心里努力压下来的委屈 统统涌了上来 她俯下身来抹我 一米七十五的一个人 围围区区地试图 将自己打包塞进我的怀里 她一边拼命地在我肩膀上磨蹭着 一边从喉咙里发出破碎的颤音 嘴里喃喃地叫着老公老公 我使劲推开她的肩膀 她不敢置心地看着我推举她的手 下一秒嚎啕大哭 像一只被伴侣狠心推举的母狮 她放声大哭剃泪横流 手脚并用把我环抱住 我惊叫一声 承受不住她的体重 向后连着后退几步 才看看稳住身子 为什么推开我 老公你不要我了吗 老公不要不理我 她拿着我的手 放在她的心口上 乌叶着说 我痛 老公抱抱我 浓重的酒气 我深知和醉鬼没有办法讲道理 只好先将她哄去睡觉 乖 先睡觉好不好 现在醉了 不睡的话明天会很难受的 听话 好不好 她把头摇得跟波浪骨似的 把我抱得更紧了 不要 我再也不要放开了 我就 哥 走了两天 再回来 老公就不见了 不要我了 就不见了呜呜呜 她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唾气 然后顶着闲尸的脸来亲我 隔着泪水 她脸颊的高温仿佛要将我融化 我哄她 那我和你一起休息 去不去 她总算安静下来 小声抽噎着 顶着一包泪水朦胧的看我 我牵着她的手 把她带进了卧室里 她乖乖坐在床檐边 把手展开让我给她脱外套 我转头要把外套挂起来 刚转身 就被她扯住了手臂 我把手里的衣服展示给她看 挂衣服呢 不要挂衣服 衣服坏 她死命摇头 然后把我手里的衣服承出来 扔到地上 我的手空出来了 她就把自己的手牵进去 食指向扣 挂我吧 我乖 她眨着眼睛看我 扯着我往她身边带 两个人的体重 让床架子发出了不堪重复的枝哑声 哎 算了 这笔糊涂 明天再算马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女朋友坐在床檐 她精致的手臂线条一路延伸到背底 仍然和我的食指向口 我醒来的第一时间 她整个人僵硬了一瞬 脸还是硬降着不肯回过头来看我 但是牵着我的手发紧 我慢慢坐起来 想要从她的手里松开 清醒了 你不是要分手吗 你不是脸一甩就走 不管我 不理我了吗 她像野兽一样呲了呲牙 眼眶又开始红了起来 气得浑身颤抖 分手 你行 谁和你分手啊 不是你说的冷静一下吗 冷静一下怎么就是分手了 她气冲冲的对我吼 好 就算分手 几波打 你可以啊 嘴上天天说爱我 心比钢板还硬 我说要分手 你一句话都不挽回 我说要分手 你就直接买张机票远走高飞 我就是想让你哄哄我 我总觉得我是你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狗 你走了不告诉我 回来了也不说 要不是我天天在你家楼下蹲着 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知道 她狠不过两秒 眼眶又开始泛红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欺负我 你总是欺负我 看我哭 看我狼狈 你是不是心里很爽 你根本不是真心爱我的 你只知道欺负我 我心疼的不行 连忙去抱她哄她 我哪有不挽留 我这不是怕你觉得我烦 受过我了吗 几波打 你知道你从来不信我 我知道你总是害怕被抛弃 可是我爱你 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 离开你 我的心脏就好像不会跳了一样 我什么事都做不了 每天心里脑里都只剩下你 她专注地指示着我 眼神里满是热烈的情感 我爱你 从来都不是玩笑 自从那时候起 我就不太像之前那样总说 我爱你了 她的爱很沉重 如果我不能用真心去回忆 对她是不公平的 称完体重后 她又忙忙碌碌地去了厨房 琢磨新的菜市 家里开着暖气 温暖地让人心安 这时编辑打来电话 告诉我叔通过了出事 可以见面戏聊 编辑还说 有公司对我的小说非常感兴趣 希望可以见一面 讨论具体的大纲和影视化的戏剧 正在和编辑通话时 女朋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老公 她的嗓音温柔前卷 听得我耳根发软 编辑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随后轻壳了两声 以飞快的速度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地点以及需要带的资料 最后留下一句 不打扰 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无语 转过头看向罪魁祸首 女朋友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黏黏糊糊地端着她刚打好的豆浆 乖 张嘴 我乖乖喝了两口 实在不想再喝了 躲过了她伸过来的第三勺 她也没再逼我 督促我穿好衣服 说是要先送我去见编辑 然后她再去上班 到了目的地 我准备下车 她拉住我的手 凑上来给了我一个冗长的吻 哎呀 口红都粘在上面了 我推推她的脸 别轻了 她轻笑 滴滴地说 想到要有很久见不到老公 我就觉得难过 老公让我轻易轻骂 磨蹭了半天 她总算放人了 缠缠绵绵地目送我下车 注视着我离开 走到咖啡馆门口 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关上车窗 重新启动车子 此时的她 又变回了那个冷酷的职场精英 在外面 她表现得越来越深沉 表情也越来越少 长期的工作让她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也有一种不动如山的气质 她冰山的名声越来越远 但没有人知道 回到家后 她就是一个撒娇精 自从她知道眼泪 比言语更能让我心软妥协后 她发现我实打实实的 吃软不吃硬的人 于是成功进化成了 一个哭哭啼啼的撒娇包 她哭得很多 但我拿她的眼泪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一哭我就手足无措 不论什么条件都答应 好像被她蛊惑了一样 晚上回家 我们两人缩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坐姿不老实 翻来滚去 最后趴在她腿上玩手机 她的身体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量 我摸摸她的肚子 总觉得比以前厚了一点 我捏了捏她的皮肉 你是不是跑 她一下子紧张起来 没有啊 我呜了一声 继续玩手机 但她明显变得心不在焉 我起身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时看到她正站在体重蹭上 我走过去 她还紧张地把数字遮住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身边的被褥已经凉了有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走出去 正好看到她汗流加倍地从尘跑回来 晚上下班后 她收拾完家里 又拎着包去了健身房 半夜才回来 连续几天这样 我终于反应过来 问她干嘛呢 彼时我们正在湖上的画坊上吃饭 她对着桌上的饭菜挑挑剪剪 吃得心不在焉 我终于明白她以前看我吃饭时那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了 看着她一颗一颗的吃饭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她挟了我一眼 我就这点东西吸引你了 你嫌我胖 还不许我控制控制 我别笑 没安全感了 她看着我 嘴角开始往下撇 我知道这是委屈的征兆 我假装咳嗽了几声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戒指盒 慢慢推过去 那你要不要嫁给我 会不会让你有安全感一点 我的女朋友就是一个大哭包 在网上买情侣装 结果到货后发现是亲子装 哭了 长了智齿疼 哭了 觉得自己疼得不够坚强 哭了 因为我不吃饭 哭了 因为我胃疼 她也哭了 在我精心策划的求婚仪式上 她穿着我特别让她穿的白色礼裙 搭配黑色的内搭 梳着精致的发型 她看上去优雅高贵 但在我面前却哭得像个小妹人 她知道自己是在外面的餐厅 没哭出声 只是默默地流泪 不时抽烟几下 她的怀抱湿湿热热的 我担心她会把水分枯干了 连忙哄她 戒指不喜欢吗 不戴也没关系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带你去换 她连忙抬头 急急忙忙地抢过戒指 眼睛红红的 眉头紧锁成一团 泪水混合着鼻涕流了一眼 我就要这个 你给我的 就是我的了 我不换 我拿出戒指 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水 把戒指给她戴上 她带着泪水 温柔又迫切地把戒指 套进了我的指尖 抬起我的手 轻轻在手背上落下一碗 柔声喊道 老公